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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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显露出来 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室的室顶与观床下 分别发现了天象图和江河图的痕迹 专家们认为 这一座墓葬很可能是一座帝王陵墓 之后考古队员们又找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 根据玉片上残存的文字 专家们确定这一座陵墓的主人 就是南唐先主李变 清陵的建造方式也十分独特 他依山为陵而建 而唐朝的许多地陵都是依山而建 显然清陵的修建深受唐代地陵的影响 在清陵的发掘结束之后 考古队员们发现 清陵的西面有一个山坡 根据地形特征 结合古代皇家墓葬的特点 他们推测 这个山坡上可能也有一座和清陵类似的墓葬 考古队员在祖堂山这边进行了考古调查 发现了一座墓以后 在一座墓的周边还有丘龙 其中在一座墓的西南边 还有类似于 灯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 但是不是很明显 那考古队员呢 就对那个风球下面进行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因为这个发现 考古队员们就在清陵西面山坡 挖掘了一条碳沟 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 考古队员们在碳沟中发掘了十天 可惜一无所获 正在他们陷入怀疑的时候 碳沟中忽然出现了一块平铺的青石板 这让考古队非常兴奋 那碳沟呢 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 发现了个青石板 青石板的话呢 它往往就是说 意味着是墓葬前面的这个风格 沟门石 这样一类的石石 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 所以这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 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 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 至此 考古队完全确定 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 他们将其命名为M2墓葬 而这些青石板 就是砌出在墓道上的障碍物 用以保护墓葬的大门 此外 墓葬的大门也被青砖封住 发觉一号墓的时候 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 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 这个山坡的高度呢 比一号墓要低 5米左右 那么从这个县长的这个形状看呢 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 应该是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 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至此 有专家判断 M2墓葬的主人 应该是南唐皇室成员 而且 其辈分比里变低 还有专家提出 墓葬的主人 很可能是南唐的另两位军主 那么 这座高等级墓葬的主人 究竟是谁呢 经过仅40天的拆除搬运 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 不久 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 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 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 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 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 就说明这里存在稻洞 换句话说 M2号墓已经被盗绝了 前世 浴满了土 这个倒洞是从墓顶打下来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断 能够遇到那么多的渔土 长年累月的预计起来 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由此我们推断 墓葬被盗的年代比较早 很可能就在下上一刻不久 可能就是在背重时期 对于M2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 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 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 M2号墓的前世 南北长4.67米 东西宽3.73米 东西各有一个测试 前世虽然全部用石砖建成 但模拟了仿木结构 用石砖做出了柱 方 斗鼓等仿木造型 考古队员们发现 这些柱 方 斗鼓上 衣锡都有彩绘 但遗憾的是 由于受到渔土和潮气的进食 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 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 在前世的两边测试 共发掘出二十八件陪葬人勇 这是从M2号墓中出土的一件持剑男勇 它戴着方形的小帽 穿着方领外衣 左手持剑柄 右手按在剑手上 显得庄严肃穆 气势非凡 除了人勇以外 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世时 还发现了几件陶狮 陶狮昂首敦立 两眼圆睁 井上披着秘密的长毛 但是野生狮子并不生活在中古 为何墓中会出现陶狮呢 这个狮子作为这个异国的这种动物 作为异国的猛兽 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 它是受到追捧的 所以说呢 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 他往往就领了这个狮子 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相声 那能唐爱灵的这个 他的神道我们没有发现 但是呢 他在墓里面发现了这种 桃的狮子 他的这种 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 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 陶狮的出土为M2号墓 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 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 考古队员带着对古墓未知的遐想 走进了墓室的中室 考古队发现 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 而且中室的室顶 有一个巨大的稻洞 大量的淤土 就是从这个稻洞进入墓室的 经过一段艰苦的清理工作 中室的淤土基本被清理干净 中室的全貌 也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 M2号墓中室 南北长4.8米 东西宽4米 东西两边各有一侧室 由于淤土长期的静染 中室没有留下任何彩画 但考古队还是在中室清理出许多件陶涌 有意思的是 这些人蛹都是女蛹 这是从M2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蛹 这两件女蛹 身穿广袖对襟的外衣 胸前有母胸 双手露出袖外 她们应是宫廷中 级别较高的女官形象 专家们发现 M2墓葬前室和中室出土的文物 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竹里边的 清灵里的文物相比明显逊色 陪葬人有的数量也明显减少 而且M2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 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 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里边的兄弟 不太可能是一位帝王 清理完墓葬的中室 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后室 后室同样为淤土填满 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 当淤土清理完毕时 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市顶 看见了一颗实青画出的星星 很快 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 又看见了一轮脆色的月亮 李牧打开了以后 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 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 通过这些 他们推测 在后室的顶部 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 由于环境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通过话语试顶的星星和月亮 考古队员们判断 后室曾经存在着一幅 瑰丽的天象图 二号幕 虽然天象图保存不是很好 但是通过痕迹 仍然可以判断 有这个天象图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代地灵的传统 从秦城华陵墓开始 这个陵墓内 有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的这种传统 那么由此可以判断 这个二号幕 它也有可能 是一座这个地理 考古队员们立刻将墓主的身份 锁定在了南唐宗主李景的身上 李景是南唐开国皇帝李辩的长子 也是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玉的父亲 在治理国家上 李景乏善可陈 但却以慈张闻名天下 细雨梦回姬赛远 小楼吹彻 欲生寒 就是它千古流传的名句 这会是李景的陵墓吗 专家们发现 后市的官床 由四块大青石板合成 全长4.4米 宽2米 厚0.4米 官床的上方 靠近壁堪处 有一口长方形小井 这些都和里面的青龄 完全相同 但和青龄不同的是 M2墓葬的石棺床上 并没有浮雕 而且墓室的地面上 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 在M2后市的棺床下 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 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 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测 而哀测正是判断 古代帝王灵墓墓 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质的 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 然后它的质地也比较疏松 但是从目前的整理来看的话 它的断口都成贝壳砖 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 它的原先的质地 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 所以我们从目测的判断来看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种高签的玻璃质 这些玻璃质的哀测 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 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 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 琉璃埃册上的文字 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 终于有一块刻有 地居储原四字的琉璃册 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地居储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下一任的皇帝 有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 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 另外他想让他的弟弟来积极他的地位 走下一任的皇帝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宗主李景 因为李景在登上皇位后不久 就立了他的弟弟李景岁为皇太帝 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 宝大元年 仍以景岁为诸道兵马元帅 居东宫 仍照中外以兄弟传国之义 宝大五年春正月 李奇王景岁为皇太帝 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 他就是南唐宗主李景 他的灵墓 他的灵墓被称为顺灵 而琉璃埃策上的文字 同时也引发了专家们关于历史的好奇 为什么李景的弟弟李景岁最后没有当上皇帝呢 这是南唐画家周文举的名画 宝平惠其图 李景戴着高高的帽子坐在中间 跟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的就是他的弟弟李景岁 由此可见李景对弟弟李景岁的器重 但李景立李景岁为皇太帝的原因 却不单是出于对弟弟的器重或者感情 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考量 李景登基时 他的皇子们都十分年幼 所以他立李景岁为皇太帝 更重要的目标是稳固政权 李景继位并且立李景岁为太帝的时候 他自己的儿子还很年幼 但是过了十几年 他的儿子特别是李鸿记成长起来了 李鸿记屡见战功 并且相当的有政治抱负 而这个时候李景岁表示他无异于继位 李景岁迫于李景 李鸿记父子的压力 主动提出放弃皇位 于是李景重新策立储君 李鸿记被立为太子 但是李鸿记好像还不放心 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籍的说法 他堵死了他的叔叔李景岁 在堵死叔叔李景岁之后不久 李鸿记也去世了 一场书职之争 以书职二人先后早逝而结束 最后并无太大政治军事建树的礼遇 阴差阳错地登上南唐国君的宝座 流离册上的四个字 不仅让牧主人的身份真相大白 也引出一段南唐宫廷的往事 有意思的是 从顺林中出土的哀测是玻璃制的 而清灵中出土的哀测却是和田玉的 李景墓葬中哀测的品级明显降低了 不仅如此 与李变的清灵相比 李景的顺灵 无论是建筑材料的质量 还是牧师的精美程度 都逊色不少 出土的文物的数量 质量与清灵也有较大的差距 同为皇帝 为什么李景墓葬 大大逊色于李变的墓葬呢 这就联系到五代十国期间 政权的兴衰和更迭了 李景呢 继位的时候 是南唐国力最强盛的时候 同时呢 他的东面和西面的两个政权呢 发生了内乱 李景认为 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好的时机 于是呢 他先后开展了 对东面和西面的两场战争 但是在这两场战争中 他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而且消耗尽了国力 两场战争 让南唐的国力消耗极大 而李景遂 李鸿记的相继去世 也让李景痛失臂膀 而与此同时 北方的后洲政权越来越强大 后洲军队先后三次挥兵南下 接连夺取了 本属于南唐政权的扬州 博州等江淮地区的十个州郡 至此 南唐的国力迅速衰落 眼见大势已去 李景向后洲割地称臣 仅仅几年之后 他就抑郁而终 年仅四十六岁 李景四十 南唐的国力已十分衰微 根本无法修建出 同青陵一样 恢弘的陵墓了 所以顺陵中 没有同青陵一样 精美辉煌的十克浮雕 各种陪葬品的品级 数量也大大降低了 尽管如此 这两座陵墓 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 二陵的建筑规模大致相同 青陵全长21.48米 宽10.45米 顺陵全长21.9米 宽10.12米 在陵墓的布局方面 二陵自外而内 都有前 中 后 三间主室 每间主室的两边 都附有陈列随葬品的测试 二陵内的四壁 均为仿木建筑饰养 做出柱 方 斗拱的结构 并均有彩化 两座重建天日的帝王陵墓 让我们了解了唐宋之间帝王陵墓的形制规范 领略了五代时期的建筑风格 从南唐二陵中可以看到 它承袭了唐代气势恢弘的风格 同样也表现出偏安易于的局面 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历时五个月 终于进入尾声 尽管两座地陵中大量陪葬品已被盗掘 但专家们还是在二陵中 清理出一大批珍贵的文物 其中有以陶勇最为令人惊叹 一号墓二号墓虽然叨扰的比较严重 两幕里面仍然出土的数量比较多的 比较精美的人物勇 有男勇和女勇 那么无论是从专饰 还制作都非常精美 都是为我们研究南唐时期 人物的造型 相关的医师制度 对于我们研究这个临勤制度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参考资料 在李汴清灵墓中出土了157件陶勇 其中男勇53件 女勇83件 动物勇13件 人手瘦身勇8件 蕴含着丰富的南唐社会文化的信息 这是一个长须男勇 他头戴福头状帽 身穿圆领长袍 双手叠在胸前做植物状 其身份应是一位文臣 这是一个迟钝武士俑 他戴着有护尔的头盔 身穿窄袖对筋战袍 战袍外披着假衣 左手迟钝 威风凛凛 其身份应是宫廷护卫 这是一件在清灵后世出土的南勇 这件南勇 头戴道观状帽 穿方领的外衣 最特别的是 他的帽子上还刻着一个王字 他微微歪头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是一个灵人勇 他头戴服状帽 汗下又长须 双手握于胸前 应该是在宫廷里 给皇帝说书的艺人 这是一件从清灵中出土的舞蹈男勇 他身着园林舞衣 腰间系着束带 做出顿足起舞的姿态 这是一个巩俐女勇 她体型较大 内着抹胸 外穿广袖执巾的外衣 双手拱于胸前 这些女勇的服饰 与南唐化作《宫中图卷》中贵妇人的服饰十分相像 考古队员 考古队员们认为 这些女勇应该是宫廷中较为高级的女官 除了这些精美的宫廷人勇以外 清灵中还出土了一件装束独特的男勇 这件男勇与众不同 并没有穿着南唐宫廷服饰 而是头戴风帽 留着长须 穿圆领长袍 双手叠在胸前 有专家认为 这是墓中的一件名气 名叫 浩里老翁 浩里 即是指人死后灵魂所归的地方 浩里老翁就是那里的一位神职人员 可以护佑亡魂 让人在阴间心灵安稳 除了造型精美 栩栩如生的陶制人勇以外 清灵墓中还出土了一批 制作精良的动物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骆驼游 骆驼游 共出土八件 只有五件是完整的 这些骆驼 都做驱腿伏地的姿态 似乎在等着主人 骑上去 有意思的是 骆驼是沙漠之州 往往出现在中国的北方 为什么在南唐的墓葬中 会出现这么多陶骆驼呢 墓葬里面出现这个骆驼游 这个应该也是当时南唐 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反应 我们看到这个文献记载 在太主 宋太主也曾经向南唐这边 赐予羊毛骆驼这样的记载 也有契丹向南唐送这个骆驼 这样的记载 那么在南方出现骆驼 是没有问题的 更令专家们惊叹的是 清灵墓中还出土了八件 人手瘦身涌 这是一件人手蛇身涌 两条人手蛇互相缠绕 形象颇为奇特 其实 人手蛇身的形象 早在汉代的画像上就出现了 在汉画上 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人手 代表伏羲和女娲 随着近几年 对南唐20文物的不断研究 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 南唐20出土的人手 蛇身涌 一种可能是 《大汉原理密赞经》 所记载的 正木神沙里面的一种 叫木龙 也有学者认为 是另外一种 正木神沙 叫帝卓 除了这件 有所争议的陶勇 清灵中 还出土了 其他类型的人手杜勇 这是一件 在清灵后世中出土的 人手鱼身勇 他头戴道观状帽子 自井下起 即有鱼鳞纹 鱼身的脊骨突出 两边各有两个鱼鳍 除了李汴清灵中出土的 这批生动的陶勇 李景的顺灵中 也出土了 五十四件男女人勇 与十四件 人手瘦身勇 这是一件 在顺灵中出土的 捧护男勇 他头戴观帽 身穿方陵广袖的外衣 腰际长带 双手叠于胸前 专家们认为 他也是宫廷里的宦官 这是一件 持务女勇 她头戳高级 身着广袖对金的长裙 其身份 应是宫中较为高级的女官 这是顺灵中出土的一件 人手鱼身勇 其人手为光头形象 井下则为一条大鱼 栩栩如生 虽然从青灵 顺灵 墓葬中出土的陶勇 形态各异 造型不一 但都为我们提供了 研究南唐宫廷制度 服饰制度 和雕刻艺术的 绝佳材料 当我们凝视着 南唐二邻里的壁画 和一件件出土文物时 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 感受到了 南唐的独特风韵 2010年 恰逢南唐二邻 发掘的60周年 南京博物院 与南唐二邻文物保护 管理所决定 联合组队 对二邻所在地 进行全面考古勘探 而在这次的探勘中 考古队员们 发现了一座新的墓葬 这座墓葬 是南唐的皇家墓葬吗 他的主人又是谁呢 是南唐二邻文物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联合